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概念的第二册的第二课 Breakfast or Lunch 是早饭呢?还是午饭呢? 那么在对课文内容了解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学习一下这篇课文的单词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个词叫做Until 这是一个介词 意思叫做直到什么时候为止 OK,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个短语 Until Lunch Time 那么这个短语所表示概念就是直到午饭时候为止 OK,好,紧接我们再看下面这么一个句子 I go to school until Friday 我上学直到星期五为止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短语或者句子之中 这个until它全都是介词 那么对于介词的until而言有什么特点呢? 介词的词后面就要接上的是名词 所以Lunch Time是名词放在until后面 Friday这个词它也是名词 也放在了介词until的后面 OK,好,那么至于介词后面要接的就是名词 这么一个基本的语法规则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那么对于until这个词呢 还可以和not构成句型 叫做not until 意思是直到什么时候才怎么样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句子 I'm not free until Friday 我知道周五的时候才有空 所以呢,until这个词 它不仅仅只是单独出现在我们的句子之中 往往还和否定词not构成这么一种固定型的句型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I didn't get up until 10 o'clock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直到十点钟我才起床来 所以这是not until这个句型结构 所表示的一次叫做直到什么时候 这个事情它才发生 好,那么是第一个单词until我们看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二个单词outside 那么在课本之上 outside所标示的是一个副词adverb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在实际的运用之中 这个outside这个词 它的词性相对来说会比较得多 好,我们来具体地看看 在这些语境之中 outside都应该是什么样的词性词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是形容词的outside 所表示概念叫做在外面的 比如我们看到下面这个短语 outside world 外面的世界 所以是形容词的outside 在修饰后面的名词 world OK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outside它是一个戒词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外面 那么刚才我们在讲解until这个词作为戒词的时候 我们说过在戒词的后面就要接上名词 所以outside这个词当它作为戒词后面也会加上相应的这么一个名词 比如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短语 outside the downtown area 确实说是在戒词outside后面加上的是名词短语 the downtown area表示为市中心区域 所以我们这个短语outside the downtown area 就表示为在市中心区域之外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到的是outside它作为名词 名词的outside它所表示概念叫作为外面或者是外部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句话 he seems gentle on the outside 所以从外表来看他似乎是个非常斯文的人 好 那么这里的outside它就是名词表示叫作为外表 外貌或者是外部这个语词 ok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outside它作为副词 表示在外面 ok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句话 please wait outside please wait请等 在什么地方来等 所以这个时候副词就是起到了表示一个方位的作用 表示在外面等 ok 好 那么就是outside这么一个常用词 在很多的不同语境之中 它的词的词性会有所不同 好 那么这个词看过之后 我们紧接看到的是第三个单词叫作为ring 那么作为ring而言呢 我们要从这个几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首先第一个 它也是有不同的词性 我们所看到的是动词的ring 动词的ring所表示概念指的是铃 或者是电话 它的铃声响 甚至这个ring 也可以表示概念叫作为打电话 比如我们看到的后面这么一个句子 the phone is ringing 电话铃声在响 ok 好 那么对于什么什么东西这个铃声在响 虽然这个ring这个词是以ing所结尾的 但用在了进行时代之中 仍然要在ring这个动词后面再加上ing 构成了between结构形式 ok 好 那么这是表示为铃声的响 那么紧接着我们下面这个句子 I will ring you up later 我随后 我稍后会给你打电话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ring所表示概念叫作为打电话 所以打电话 我们可以说ring somebody up ok 那么这个up还可以表示省略 因此我们这个句子也可以说 I will ring you later 那么对于ring而言 还可以作为名词 也表示为打电话 甚至在名词之中 还可以表示概念叫作戒指的意思 ok 好 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句子 give me a ring later 随后 稍后给我打个电话 所以give me a ring就相当于是 give me a call 这么一个表达的意思了 那么对于ring而言 我们说过表示戒指 于是我们在这个端音之中 a wedding ring 指的就是结婚戒指 好 那么关于ring这个词我们看到这里 好 我们看到下一个单词repeat 这是一个动词 表示概念叫作重复 像咱们知道 作为一个外语的学习者 我们听到了英语之后 往往可能有时候反应的不是特别的快 没有听清楚 像咱们以前老师的教过我们 我们可以说一个字 希望对方把这个句子重复一下 那么这个词就叫做pardon 对吧 那么pardon就可以告诉对方 对不起 我没听清楚 请您再重复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个repeat 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所以咱们以后 在和英美人在交流的时候 听到对方所说的英文 不是特别的容易接受 这个时候我们请对方再说一遍 因此我们就这么讲了 Would you please repeat it? 您可不可以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呢? 您可不可以把这个词重复一遍呢? OK 好 那么当对方把这个话重复了一遍 或者这个词我们也再次听了一遍 我们还是不能够弄清楚 对方所说的意思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要求对方 您能不能够把这个词或者这个句子 给我解释一下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Would you please explain that word? 您能不能够把那个词解释一下? OK 好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间 尤其是在英语交流里面 可以用到的这么些个表达 好 那么关于词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了 谢谢 разных词